嘿,你好,欢迎回到Axtun AutoGPT最近发布了大版本的更新 而且他们还计划要推出外博界面 这两天我花了五美刀 终于让AutoGPT顺利的完成了一项任务 同时还踩了一个安装配置的坑 今天就一并分享给大家 包括AutoGPT的最新进展 如何使用刀壳来安装AutoGPT 以及我的砍壳的运行过程 好,咱们直接开始 好,首先我们来到AutoGPT的官方网站 这是他们新的官方的新闻和更新网站 news.agpt.co 然后他们说图形界面即将要推出了 如果你想去尝试 就在下面输入你的邮件地址 然后注册,等待 就OK 当他们推出之后应该就能收到通知 那AutoGPT为什么要值得关注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GitHub 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的GitHub的新 12万的新 但凡你对GitHub有点了解 就应该知道12万的新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了 刚好这里有一个GitHub 有一个项目是用来排名的 排在前100位的项目 是按照它的新星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AutoGPT 它排在第几位 我记得是在30 对,AutoGPT是在排在30位 12万克星 它在附近的这些项目 有21位的 但凡对计算机了解的 应该知道Linux 15万克星排在第21位 排在AutoGPT之后的很多项目 也都是一些大名领领的项目 所以AutoGPT在短短的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就有12万克星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 绝对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项目 那么AutoGPT和其他的 比如说AgentGPT 微软的贾维斯 甚至还有其他很多的某某GPT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他们是不同的项目 只不过他们是奔着同一个目标而已 好,AutoGPT 它发布了0.30的版本更新 它前一个版本是0.22 从0.22到0.3 这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更新了 这里面主要的几个亮点 我觉得一个就是它的插件 AutoGPT 它现在已经可以通过插件 来扩展它的功能了 比如他举了个例子 你想让AutoGPT来访问你的日历 或者打开你的车户门吗 另外两个就是后面提到的 它有一个自我反馈 这项功能 它可以让AI来自己来评估 自己的推理能力和它的计划 做出来的效果 这个有兴趣 可以大家尝试一下 第三个就是它的内存管理 它通过维持一个宅药的记录 来保证AutoGPT能够记住重点 它以前工作的重点都是什么 好 这就是AutoGPT 最近大版本更新之后的几个重点功能 几个亮点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怎么样去用Docker来安装AutoGPT 因为Docker 它目前是AutoGPT官方最推荐的安装方式 不过运行AutoGPT 你需要能够访问到OpenAI的网站 甚至可能需要访问到谷歌的网站等等 如果你在访问某些软件或者服务的时候 遇到了地域限制 那么一个好的办法就是选一款靠谱的VPN 感谢Surfshark VPN赞助播出本期节目 Surfshark VPN是一款老牌专业的VPN软件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两点 第一 不管你在哪里 都可以轻松的突破地域限制 轻松的访问 有地域限制的网站跟内容 第二 采取顶级加密手段来保证你的信息安全 保护我们使用公共WiFi时的安全 通过描述栏当中的链接 购买Surfshark VPN或者输入优惠代码Exit 就能得到专属的优惠 如果以此订购两年 还能再免费加送三个月 如果使用不习惯 还有30天的退款保证 使用当中的任何问题 还有24x7的线上客户服务 快来试试看吧 好 AutoGPT最新的安装配置说明 就在它的文档 文件这个网址上 进来之后的setup安装 就是它的安装说明 好 首先它要求你选择一个环境 来运行AutoGPT 推荐的就是Docker 我们就先来安装Docker 好 来把窗口安排一下 然后进入到getDocker之后 Docker是一个用于开发发布和运行应用程序的平台 首先我们就选择适合你的操作系统的Docker 我的Mac电脑我就选择的是back的版本 Mac的版本要注意根据你的CPU的类型不一样 要选不一样的版本 你要是Intel CPU就选Intel 你要是M1 M2之类的CPU就选Apple Silicon 好 等到下载完之后 双击开始安装 在Mac下直接把它拖到你的应用目录就行 安装完之后打开运行 首先我们选择接受它的条款 然后就按照它推荐的设置进行配置就可以了 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动 直接完成 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输入你的电脑密码 好 这一步跳过 然后它就会把Docker启动起来 之后我们就可以先暂时不管它了 我们就把它放到后台运行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安装文档 这一步是对获得OpenAI API-K 以及设置OpenAI的计费的说明 要控制你的花销 这些我在之前视频都讲过 咱们也就不用再演示了 好第一步我们安装完了Docker 第二步我们就是要把AutoGPT的镜像 从DockerHub上给拉回来 我就打开一个命令窗口 然后并排显示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操作过程 首先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自己用来做测试的目录 然后直接把它的命令 Copy拷贝粘贴过来运行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把AutoGPT的镜像 给拉回来 然后第三步就是按照它的要求 创建一个AutoGPT的一个文件夹 我们就创建一个AutoGPT就OK 然后进入到我们新创建的文件夹里面 去创建一个DockerCompose.yml的文件 这个文件你用任何一个文本编辑器来编辑就行了 只要我们把它下面提供的内容 从拷贝粘贴到这个文件夹就可以 但是我踩的这个坑也就在这个配置文件里了 这个等我们在后面看到具体的错误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告诉大家它具体是哪个地方出的问题 好把它拷贝粘贴 好拷贝过来 保存退出 好 然后下一步就是要去配置它的配置文件 也就是.env这个文件 那我们首先就把这个文件的模板给它下载回来 点击它的Repository 也就是它仓库的链接 我们就可以到它的原文件这边来 然后点它这个env这个template的这个模板文件 保存起见 我们可以把它的branch改成stable 因为它一直在建议要用它的stable的分支 之后点击这个下载文件的按钮 就把这个模板下载到我们的本地了 那下载回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模板拷贝到我们刚才建立的 AutoGPT的目录里面去 然后给它改个名改成.env 改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在命令行窗口里面 用mv的命令给它改一下就OK了 当然你要想留一个模板的备份 你就用cp也就是拷贝就行 把mv改成cp 同样我们需要用一个纯文本的编辑器 来打开这个.env文件来进行编辑 那这里为了好看一些 我就用VSCode来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在它的新版的配置文件里面 它把大部分的内容都注释掉了 也就是说这些被注释掉的内容 你可以不用管它 它全部按照默认的方式来运行 这里面实际上就两个 一个就是你的API-K 还有它下面的一个plugin 就是它的插件列表 插件我们现在也可以不着急 我们先把AutoGPT安装正常运行起来就行 所以让AutoGPT在Docker下运行 我们只需要给它一个API-K 别的都不用配置 现在改完之后就很简单了 运行在这边运行的说明当中 第一步我们可以不用做 因为我们已经从Docker哈堡上面拉取了镜像 所以我们直接用第二步的命令 就是运行AutoGPT就可以 那在Docker运行AutoGPT 它默认是使用Redis的内存 如果你不喜欢Redis内存 你可以把它在它的Docker的配置文件里头删掉 然后你可以改成你所喜欢的内存服务 那一般情况我们可以先不用管它 同样它在运行的时候 也支持GPT3、Olin、Continue这些参数 好我们就先用它的运行命令 来直接先把它运行起来 好运行起来之后 首先它给你出了是一个它的新闻列表 好接下来就是它跟以前的AutoGPT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了 像以前我们还每次需要给它一个名字 然后输入几个最多5个的目标 那这次它就直接问你 我要让AutoGPT去做什么 你只要给它一个目标 你的最终目标就可以 然后AutoGPT它会自己去分解这个目标 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这次我给它的目标 就是让它去获取5个AI方面 最值得阅读的新闻 然后把结果输出成PDF文档 那之前我在演示AutoGPT的时候 一般给它的目标都是让它做一些能说就行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人生建议等等这些 它只要能说就可以 但是你不光能说还得能做才是真正有用的一个代理 所以这次我们就让它不但要去给我抓取新闻进行总结 你还要能把它写成文件 输出成PDF文档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它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好把目标给了它之后 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它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还挺应景的 叫AINewsGPT 然后它的角色也跟你的目标非常的契合 它的角色就是搜索互联网上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最新和最有信息价值的文章等等 生成PDF文档 然后它自己把你的最终目标给你分解成了5个小目标 比如识别人工智能相关的信息丰富的新闻文章 过滤掉低质量或不相关的文章 确保有价值的内容包含在最终的PDF文档当中 把选定的文章组织成清晰连贯 易于阅读和理解的结构 自动生成视觉吸引力强 寄居可读性又美观大方的PDF文档等等 好看起来它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后面就是坎坷的漫长的运行过程了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就把最终它运行的结果拿出来 给大家讲解一下其中的重点就OK了 我们就不要去看着它一步一步往下进行的操作了 好这就是整个的运行过程 AutoGPT它的做事风格还跟以前一样 它首先要想一下自己要怎么做 这么做的 然后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接着就是它的计划 最后还要批评一下 就是提醒一下自己不要出什么漏子 好 为了快一些 我就直接让它运行五次 它的运行过程还是跟以前一样 它去网上去爬一些新闻文章 然后它会需要去对这些文章进行过滤 这时候它要执行一个python文件 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肯定是不存在的 既然脚本不存在 AutoGPT它就开始自己编程序来写这个脚本了 这边就是它写程序的代码 它把这个程序写到python文件里头 然后去运行python文件 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错误 AutoGPT就会在不停的去解决这个代码当中的错误 好它写了一段代码就是过滤这些新闻的一段python代码 但是它遇到了一个错误 就是没有一个叫做NLTK的模块 接下来它就开始去解决没有NLTK模块的问题了 它的解决方法就是去再编写一个程序 去安装这个模块 这个思路是很正确的 没有错误 但是它就此陷入了死循环当中 那为什么陷入死循环了呢 因为它写的这个模块的目的是要安装NLTK 但是它在这个程序代码的第一句 就是要导入NLTK 那这肯定会陷入一个死循环 你没有NLTK 你是为了要安装它 你上来就要导入它 那出现这种情况 我就觉得这不是因为它分解任务的错误 而是因为它编程代码 它可能有点弱了 所以在它循环了十多次之后 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就把它中断掉了 那我想的就是呢 我们要提高它的编写代码的能力 让GPT4来上场 虽然明知道GPT4很贵 但是为了看看效果 这次我们就把它设置成GPT4OLEAN 也就是说不让它去调用GPT3.5 然后给它的目标还是一样的 好GPT4起的名字 还有分解的任务都差不多 然后它上来一运行 你就感觉到它这个结果的风格就不一样了 它开始不停的在去爬各种新闻 然后呢它去一步一步的把这些搜索结果进行分析 并且呢对它进行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计划 获得每一个文章的总结 然后呢去把它输出成pdf文档 这是获得top5的article的summary 做完这个之后 它下一步的plan就是要获得剩下的4个的 然后是剩下的3个 最后剩下的2个 然后一步一步就看着非常顺利的样子 好最后剩下的最后一个 把总结拿回来 然后呢开始执行命令 要把这些总结的结果写到文件里头 写到一个ainewssummary.pdf的文件 把后面的这些它总结出来的内容 之后文件写入成功 然后它在等待我的命令 那它这个步的计划就是把pdf文档给我 好我就输了一个让它继续 结果它就认为它这个事做完了 shut down 那它这一关闭 那我就傻眼了 那docker这个镜像 它一旦关闭的话 这个镜像运行过程当中 也就是autoGPT运行过程当中 在docker里头产生的那些文件就没有了 但是幸好呢 它的官方配置文件里头呢 有映射到本地的一个工作目录 也就是它的这个docker的配置文件 yml这个文件当中 它有映射到本地的一个目录 在当前目录下面的autoGPT Workspace 它的输出目录是映射到这里的 那我们的文件在这里面就应该能找到 那我们到我们的finder里面去看 也就是我们创建的autoGPT目录下面的 有一个autoGPT Workspace 但实际上在当时运行完之后 这个目录里是空的 没有任何文件 就是我白白的让GPT4运行了一遍 花了钱之后 没有生成任何文件 那这个问题就在于它的配置文件 这一行是错的 这就是我踩的这个坑 那这一行错在哪呢 我们打开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看一下 这是我改过之后的配置文件 它的问题在于啊 它后面映射的 docker镜像的目录 就是docker镜像内部的目录 是错的 实际上这个目录是app后面autoGPT 然后下面的autoGPT Workspace目录 但是呢 在它给的说明文档当中呢 它是app 后面直接就是autoGPT Workspace 这个目录是错的 所以最后呢 你运行完之后 docker一关 文件就没了 本地我也没有留下任何的文件 那它到底能不能生成PDF文件呢 对这点呢 我还是有点怀疑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它最后生成的这几条新闻怎么样 这个新闻我已经把它拷贝出来 然后翻译成中文 好 麻省理工学院新闻 AI系统可以生成满足结构设计目标的新型蛋白质 这些可调蛋白可用于制造具有特定机械性能的新材料 例如韧性或柔韧性 这是第一个新闻 那第二个新闻呢 一种新的家具机器人通过反射抓取 使其能够快速有效的组织杂乱的空间 第三个新闻呢 ChartGPT和其他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 以及他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探索ChartGPT这些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和潜在的未来应用 第四个科学新闻 Meta开发的人工智能 可以以惊人的准确性 从大脑活动当中解码语音 这项技术可能会帮助那些无法通过语音打字进行交流的人 第五个新闻 关于防止这些AI危险的一些解决方案 好这是他找出来的几个新闻 但是呢没有把文件给我们输出 那之后呢我就用改过的这个配置文件 重新再把它运行一遍 好这次重新运行挺有意思 他第一次的回复是中文的 当然后面又全部又改成英文了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把三个AI新闻 因为我改成三个了 就是为了省点token省点钱 他把三个AI新闻汇总到了一个pdf文档当中 但是呢他因为没有我的邮件地址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发给我 好这样就正常关闭 整个任务顺利完成 那我们就满怀着喜悦的心情 来看看他生成的pdf 他实际上给我生成的pdf就是这个 top3 top3 ai news articles.pdf 但是呢打不开 说pdf是不正常的 那我就怀疑他肯定写的就不是一个pdf 所以呢 把它改成 txt 那就可以正常打开了 他实际上就写成了一个文本文件 他并没有给你创建出一个pdf文档了 那这里面呢 给大家看前两个新闻 第三个就不给大家看了 好第一个新闻就是open-end CEO表示 奥特曼 巨型人工智能模型时代已经结束 open-end CEO Sam奥特曼认为 巨型人工智能模型的时代已经过去 未来的进步将需要新思路 第二呢人工智能迫切需要全球监管 等等等等 那这个新闻呢 他确实有这个新闻 Sam奥特曼的说法 只不过这个新闻已经不散心了 4月17号 好 那同样的这个目标呢 我让GPT4执行了两遍 GPT3执行了得有两三四遍 那一共呢就花掉了我五枚刀 所以啊 如果想用GPT4 那甚至是GPT3 是来做这种总结类 Parch类的任务 太费钱了 但是呢对于信息价值要求比较高的行业 比如咨询行业或者做研报的等等 他这种分解任务 抓取数据 抓取内容 然后给你汇总信息的能力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试的 但是呢 你要想省钱 你就不要让他去做这种太耗费Token的任务 你可以给他一些处理文本比较少的一些任务 比如我看推特上有一位 Joshua博主 他把他的整个财务生活都外包给GPT4了 让AutoGPT对他的银行财务报表 信用报告和电子邮件进行分析 然后呢去发现哪些不需要的一些服务退订 自动发邮件进行退订等等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 当然目前我是不敢这么干的 那接下来我的计划啊 就是要继续去关注AutoGPT 他的插件的情况了 因为他目前的插件啊 已经有很多种了 我们可以在他的插件库的时候看到他现在已经有的插件 推特啊 邮件 还有图像故事 并搜索 新闻搜索 还有维基百科等等 以及一些第三方开发的插件 我相信他这么热门的项目 开发的插件一定会越来越多 那他的应用场景呢也就越来越值得期待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视频当中提到的链接呢 我会放在描述栏当中 AI方面的很多坑呢 我已经帮你们都踩过了 关注我 你们就不用再踩了 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 请帮我点赞评论 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今后 AI方面更有价值的内容了 咱们下期再见